大家好我是芒果,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副大力2的牌組 首先看到百變怪可以進化成任何一階的寶可夢 接著就是智慧星,一回合一次把手牌補滿三張 攻擊招式應該是打不到啦 接著就是我們的蜜蜂進化成這個疊結萌萌之後呢 它的特性是一回合一隻可以使用一次 然後把牌組兩張基本能量拿到手上 那為什麼要拿到手上呢?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為什麼吼 接著就是我們的小G2進化,進化成這個 看一下它的特性很酷 這張是出在好像3.5的卡吧 我印象中好像是 它的特性是,如果你這隻寶可夢在後排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它的特性 當然也可以不用啦 你可以使用它的特性呢 把你自己前排的寶可夢的所有能量轉到這一隻身上 然後再和前排的寶可夢交換位置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就是說當你的大力兒快要死掉的情況下 你可以把那隻大力兒的能量轉到自己身上 然後換到前排去之後再進化成另外一隻大G2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這個的特性 芒果覺得說我用不太到啦 幾乎是有一點點用不太到 因為大力兒正常來講都是被打死的情況下啦 我只說正常情況下 好,接著就是我們大力兒主角啦 那主角它的特性呢 就是在你的回合你可以任意使用你的特性 把你手上的水能量丟到墓地 那你一張卡就要使用一次特性嘛 但是你可以無限用 所以沒關係 你可以開完之後等一下再開一次都OK 那為什麼要丟到墓地呢? 來看一下它的攻擊招式 攻擊招式看墓地的水能量乘以20 所以你水能量墓地總共有10張的話 你就可以打200滴加上這個原本的10滴 就是210滴啦 那正常來講應該是打不到這麼高啦 芒果玩過幾場我覺得這個就是粉牌啦 好玩而已啦好不好 那因為太多了 因為之前有很多人叫我拍 那我就拍拍拍給你們看好不好 那強度的話我覺得不強 真的不強 來水浦丁放2張 因為它能量的話需求應該只有2顆啦 正常來講你的話 其實手貼應該是夠啦好不好 手貼第一回合 那第二回合再手貼一次 你就可以做攻擊了 那基本上第二回合 你可能要養另外一隻的話 就用水浦丁貼另外一隻 就保持著另外一隻的備账狀態就好了 那基本上這個大力二至少可以挨到一下啦 我只說應該只能一下而已啦好不好 除了克屬以外應該幾乎都一下而已 再來就是我們的巢穴球放3張 為了鋪上 這部牌其實也蠻吃鋪上的 第一一定要放2隻蜜蜂出來 正常的情況啦 那2隻小G2也正常來講要放出來啦 所以基本上2隻2隻4隻應該是夠了 那最後2隻的話就看情況用了好不好 那糖果4張為了進化我們大力二 所以說一定要放2隻糖果 4顆糖果沒問題 那單價因為小人牌嘛 放2張OK高級球4張來這個 懲戒場地就是為了彌補我們傷害不足的缺點 所以說懲戒場地現在小人牌幾乎都要放 免得就是說你秒不掉GX 那你又換不贏人家 那就導致會輸嘛 那如果你換不贏的話 至少用懲戒場地幫忙扣血一下 讓我們的大力二有辦法做擊殺是比較好的狀況下好不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來看一下 來摔角手 這叫什麼東西我也忘記了 好 它的效果是丟兩張手上的水能量 基本水能量 然後你可以從牌組隨便拿兩張卡到手上 那丟到水能量的話剛好可以啟動我們大力二的攻擊附加效果 然後就可以直接做比較 要稍微高傷害的輸出嘛 那你拿兩張卡拿什麼東西 正常來講都是拿必須進化成大力二的東西 例如說糖果跟大力二 或是糖果跟單價 或是糖果跟什麼不一定 但是你大力二要盡量盡量做出一兩隻出來 盡量兩隻好不好盡量兩隻 免得說你第一隻掛掉之後第二隻出不來 那不就很尷尬嗎 又被白打一回合 好 那古芝麻這些後應該都沒問題吧 那其他的話後面的話大概這樣子啦 水能量12張 馬上來測試看看 那不要太期待 因為芒果玩過幾場 我覺得就是粉牌 嘿嘿嘿嘿 但是有人想看嘛 想看的話我還是拍拍看喔 好不好 OK 來我們試試看大力二 不要被虐殺就好了 好不好 看一下對手是誰 電跟操的話 應該我也不知道 看一下吧 因為我們這部牌的主力幾乎就只有大力二 那大力二的話呢 欸 就試試看囉 來吧 電信會不會是閩銘啊 哎呀糟糕了 如果是閩銘加四二的話 我們應該被電爆吧 因為對方只要一個閩銘加一個電針 我們就爆炸了 160D剛剛好殺掉 GG 然後人勒你在幹嘛 好對方先手 對方先手沒關係 那我們的小蜜蜂是零費撤退 當然騎手他的話最好 好不好 零費撤退 噢 沒東西 對方沒東西 來看一下什麼東西 哇靠 這手牌好像不太對吧 哦 龍龍岩哦 好吧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因為我也不確定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等一下拿智灰心好了啦 不然沒東西 除非等一下有人物啦 有人物他就沒差了對不對 然後水能量十二張 居然一張水能量都沒有 恩尷尬 好吧 沒關係對方先攻的話就先攻吧 然後這個智灰心他是為了撿 撿什麼東西回去啊 沒關係反正對方是龍龍岩嘛 龍龍岩的話我們打看看 好吧 那龍龍岩芒果好像還沒拍過對不對 還沒拍過的話 我改天找時間拍拍看囉 好高級球 哇唷金球餒 拿一隻小拳石 沒錯 好小拳石那接著他應該會開人 人物吧好不好 好竹籃 欸那對方還算順啦好不好 我們希望下一張是人物卡好不好 因為現在單架其實上手真的很尷尬 沒用處啊 不知道幹嘛 OK換我 高級球 有高級球那應該OK了 那現在的話 我們先丟一下這兩張好了好不好 蒙幫我實在不太想丟 好丟啦沒關係啦 反正單架還有 哎唷蒙幫剩一隻喔 糟糕了 好 好場地先下沒關係吧 看有沒有人物喔 盡量要有人物啦 水啦有人物太好啦 小拳對方一定一頭霧水 這什麼東西啊 OK那現在的話應該也沒事做了 我們就結束吧 那我覺得這隻小蜜蜂可能會被殺掉啦 我在猜的啦 有可能喔 不過沒關係啦 就給你殺吧 一個雙無就殺掉我對不對 可是我沒有能量比較虧耶 怎麼沒有能量咧 奇怪 球也喔 OK 喔對方版本蠻高的喔 都是閃亮亮的喔 哇 剛講完就 就就就就 就落空 好 潮雪球再拿一隻小玄石另外一張 我不知道會拿什麼 等一下看一下 喔 電斑馬 對啦 他有放電斑馬 OK 好 再拿一張小玄石吧 我在猜的 那看看他會不會進化成大力二吼 唉唉說說我對不起 鹽鹽 龍龍鹽 龍龍死也有可能 好小玄石沒有問題 好雙無打60滴 哇 你不要這樣對我吧 你這樣子我 情何以堪啦 我就覺得會被殺掉 但是換他上去我又覺得危險 好啦沒關係啦 那一隻送你吧 水釘 你看水補釘 我真的覺得很尷尬 就是這樣子 唉 好先洗回去再說吧 先拿兩張 至少讓我們貼一下吧對不對 好先竹籃吧 喔可以進化耶 太好了 我覺得先進化好像不太對 算了都做了 來吧打10滴也爽啦 要不要先撤退啊 算了啦 我覺得先打好像不太對 不過沒關係啦 算了沒關係 來吧 那看一下看對方怎麼做 對方可能以為我在玩 我在跟他玩吧 可是我現在還在朝我們的 目標邁進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應該是可以來做 撤退的動作 那等一下有水補釘當然最好啦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水補釘 那對方的那個怎麼還不出來啊 對方龍龍岩呢 喔 你要拿什麼 然後對方怎麼這麼多拳圖啊 OK洗進去 好然後現在你要進化了嗎 你不要打我吧 然後電斑馬直接丟嗎 電斑馬特性丟掉全部的手牌 然後重新抽出四張牌 那這樣 喔喔他全丟耶 好你看手上什麼東西 哇真的沒用 然後你裝備為什麼不裝一下 奇怪 還是你覺得 我根本就不是GXX 所以他不想裝 也有可能啦 因為他看我全部不是GXX 糖果Kennie進化 好龍龍岩出來了 龍龍岩出來了 小心點 哇混亂 頭筋是不是 我想想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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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能進化喔,糟糕 啊我進化上去 啊我能量貼了,啊靠腰 哎呀 尷尬了 尷尬了 好吧,算了 再讓你一回合 好,丟水量,水量全丟沒關係 來,再拿一隻蜜蜂 好啦,這樣子大概就完成我們的佈局了 大概就完成了 好吧,就這樣子吧 那現在的話就是等對方了 等對方開始進攻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趕快把 兩三隻的大力怪養出來 養出來之後呢,我們的combo就完成了 哇,電系少一費的那個電的攻擊力嘛 OK,那他現在的話還沒辦法打我 那場地我是不是丟掉一張了 所有剩下一張對不對 好,剩下一張沒關係 來看他怎麼做 他應該會繼續打我吧 我在猜的 那等一下只能祈禱看有沒有古芝麻之類的 好不好 來吧 OK,蝶蝶,那你要拿 看一下喔 80 你要拿什麼 等一下,你要 等一下,你現在要 古芝麻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目的有三張水能對不對 那我現在可以打多少 246,70,9,100滴 我現在只能打100滴齁 那等一下,等一下我們可以 我再做combo給你們看 我們先看他做什麼事情 好,古芝麻 OK,那他應該殺我這隻 我在猜的 應該殺我這隻啦 就給你殺吧 好,古芝麻 沒錯 好,80滴打掉 餓啊 水能量是不是 OK,我們先進化 來,先拿一下 來,丟兩張 然後再交一隻嘛 看一下 好,可以再交一隻 沒問題 OK,我們現在可以做攻擊了 然後再拿兩張 如果有超水能量的話 我開特性給你們看 都沒有 古芝麻 我想一下 OK,好 來,我們先打多少看一下 12345 就是等下100 100的話 加這個10 再加頭幾140滴 來,140滴 好,把水能量全部洗回去 我現在目的全部沒有水能量 所以說等一下我會用他的特性 然後把它拿出來 繼續做進攻 那他其實開GX的話 我也不怕啦 他開GX我也不怕 因為我等一下 應該是打得掉他吧 我算一下喔 50 5,6,7,8 80 應該可以 80,OK剛剛好 欸 怎麼了 喔,你要繼續做攻擊喔 OK 那等一下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是 我想一下喔 能量 嗯 好,混亂 立立愛喔 不行不行,不能先用立立愛 來,我先看一下 我先拿兩張水能量再說 然後我必須貼到他身上 可是我現在打多少看一下喔 嗯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移到他身上 好,開特性 來,直接丟一張水能量 然後我們攻擊力現在多少看一下 欸 攻擊力現在有 20 30 60 才打60喔 太尷尬了吧 那他等一下可能開GX吧 我猜的 開GX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這支也可以拿嘛 對不對 另外一支棒棒還沒出來齁 請稍等 因為現在有點卡手啦 卡手啊 我的糖果太多啦 OK GX GX直接打掉我 地底探險隊看牌底四張牌齁 然後拿兩張上手是不是 好像是喔 其實我覺得地底探險隊 地底探險隊有時候很好用耶 好,龍龍岩 那他應該是90%直接開GX啦 那他的GX是下回合我完全不能從手牌打出任何的卡片齁 但是我是可以發特性的齁 我是可以發特性的齁 來吧,GX 好,電班馬 再進化一支 叮啊 100滴 OK 好,下午我不能出手牌 尷尬 我剛剛就怕這個情況你知道嗎 所以我一直在忍 你看不能出手牌 不過沒關係,我還有這個 我還可以拿能量 其實不用拿能量我就可以殺掉它了啦 其實沒什麼差啦 我覺得 來,你看我一樣可以開特性喔 好,噴 再噴,你看我可以無限開這個 有沒有看到 好,我手牌一樣都不能出,直接揍掉 其實我這個動作多餘的啦 我本來就殺掉了 好,全部洗回去 好,來拿一二兩張 喔,來看到這個非常非常好用的東西 終於來了 我覺得這個摔角手好像可以多放一些 好啦,我覺得可以改看看齁 等一下可以改看看 我覺得摔角手可以放四張 可是我一開始如果抽到它 沒什麼屁用 因為水能量後面才會出來啊 那等一下我們拿什麼你知道嗎 拿水能量丟掉,用丟的齁 但是我們要再拿一支蜜蜂 萌萌一定要拿出來 接力棒是不是 OK 那它應該會直接把我用那個混亂 電貓,OK 欸它這支混亂好煩喔 不過沒關係齁 等一下我進化 等一下我用它的特性給你們看 好不好,我用它的特性給你們看 來吧寶貝 等一下它的特性我再開給你們看 剛好就是這個時候用到了 好不好,派上用場了 好,它要拿一張道具 喔,能量轉移喔 你要用什麼? 能量轉給爹爹還是電貓嗎? 我覺得我等一下可以拿場地耶 哇,160D剛剛好殺掉 這尷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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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打看看齁 好,160D打掉 好,先派那個不用撤退費用的上去 然後先把兩張拿出來 先把兩張水量拿出來 然後我看一下有沒有東西可以用 嗯,我的水補丁是不是都還沒用掉 OK,那水補丁都還沒用掉 的情況下我先開這個試試看 來 我們的這個很好用齁 真的很好用 1,2,就掉 兩張水補丁好像可以拿齁 兩張水補丁 我場地還有一張是不是 OK 然後單價回來 來,貼給他 這只是一個小combo而已啦 因為對方 因為說真的這尷尬還不強啊 就這樣玩的啊 你懂嗎?我是配萌萌 還是你們有其他配法 也可以跟我講 好,就這樣子吧 那我們等下回合看有沒有什麼事情做了 好不好 我們先打吧 那現在目的的話 只有兩張的話 我打多少 50D而已 哈哈哈哈 才打50喔 太可憐了吧 好,不過沒關係 他這回不能攻擊 他這回不能攻擊的話 我現在應該也沒事幹了啦 不過我還有一次進化這個 大力二的機會 等一下給你試看看 不過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辦法守天能量了 來吧寶貝 阿賽羅拉 OK 那他可能會打我混亂 我在猜的 噢 養另外一隻熔熔岩是不是 又混亂 欸好煩喔 怎麼那麼煩啊 一直混亂 那現在巢穴球的話 可以再抓出小巨二了 正常是不用抓了啦 反正我不想抽到了 就抓吧 然後這個用不到了 來,我們先把水能量拿出來 我等一下拼正面了齁 不然沒辦法 對不對 來,先噴吧 出籃 出籃 好,進化 好,再噴 噴掉水能量 那我現在水能量總共幾顆啊 看一下 二三 哇,這樣還打不死欸 尷尬 好,看一下 拿蜜蜂一下 來,拿蜜蜂吧 蜜蜂,我需要蜜蜂 哎呀,沒有 好吧,就直接揍吧 來,我們整讀一下 打多少,看一下 一二三 三二的六 七十 才打七十喔 那我才不太想打欸 有點浪費欸 才打七十喔 哎呦,好浪費喔 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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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你啦 打七十沒意思啊 我等一下自己受傷了 自己受傷不是很虧嗎 那我場地還是拿不到 尷尬 好啦,那他有沒有辦法再做出另外一隻龍龍鹽呢 超級有趣的粉牌啊 就好玩而已啦 大力二齁 喔,又是哥哥 你要拿什麼東西啊 欸,我突然對方 我覺得對方的那個 是MVP欸 我覺得對方這隻是MVP欸 你有沒有覺得 那我等一下可能要用古芝麻了齁 不然沒東西用啊 貼疊疊 OK 高級球你要丟什麼 唉唷 一百一喔 一百一喔 一百一 一百一我等一下有可能把它殺掉欸 有機會喔 我覺得有機會喔 等一下看抽到什麼東西 如果抽到進化的話就有機會 我覺得 進化的話有一點小機會 可以試看看 欸,怎麼了 你要拿什麼 你用第一招喔 你看準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太好了 水啦 very nice 又是滴滴啊 好煩喔,真的好煩喔 好,開特性 那我現在目的總共有 一二三四張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四張九十滴而已 好不好 九十滴的話 那我就直接做攻擊囉 來,九十 來,九十 洗回去 他進化出來應該也沒辦法打我啦 他進化出來應該也沒辦法打 可以喔 雙無加進化的熔熔岩的話 也許可以打我喔 來,換你吧 你看粉牌打粉牌 竟然可以打這麼久 不過我跟你講 遊戲開心就好啦 你喜歡的話就煮看看玩玩看 但是 強度的話 芒果不保證就是啦 那你們 這個熔熔岩要出來了 然後打兩百滴 他只要一顆雙無齁 就可以打我兩百滴 但是必須要自傷五十滴寫 五十滴 要自傷五十 OK 欸 所以你現在不能打我啊 你只能打八十滴對不對 八十 一百一 好,現在可以打一百一十滴 再一隻電貓,OK 然後直接特性 我突然覺得MVP是星星啦 真的是星星啦 能量洗回去是不是 OK 還是撿回來手上 他現在只能打我八十滴 所以我覺得我機會還蠻大的 有機會 有機會 好 洗三顆電能量回去 笛子 笛子 那笛子我是基本上 我是吹不掉啦 看到笛子我就知道輸了啊 哈哈 他等下轉到電貓身上 電死我就好了 對不對 哇,他什麼都洗回去啊 OK 該打啦 八十滴 你等一下你要拿什麼啊 再一張電針是不是 電能量跟電針是不是 有可能電針喔 不一定啦 有可能是能量轉移 也不一定喔 看一下 我也不確定 OK,能量轉移沒錯 那等一下我應該是可以把它殺掉 然後之後我就掛了 應該吧 兩百滴 兩百滴 蹦扎 好,沒關係 我下一回就要把它幹掉 不管 我一定要把它殺掉 來給你殺吧 咚 自己扣五十滴血 OK 一百四十滴 那他現在剩下多少 一百一十滴 對不對 一百一十滴 基本上我們應該是打得死啦 應該打得死啦 我們先把水量拿出來 齁 好,水量先拿出來 沒關係 那水量拿出來的話 等一下那個蜜蜂 蜜蜂應該我們就全部丟掉了 然後等一下用力力愛 再拿出來 應該蜜蜂是拿得到啦 來 特性三次齁 你看這個很麻煩 就要用手按 按特性按三次 超麻煩的 OK,再特性 好,再特性 好,這時候開力力愛 登登登 欸,怎麼沒有蜜蜂啊 我看一下打多少 來 一二三四五 五一百一 我現在不喜歡打一百一 剛剛好對不對 一百一剛剛好的情況下 那應該是GG 他等一下 接到他身上之後 我們就爆了對不對 好啦,既然要爆的話 我們就爆得漂亮一點吧 好不好 爆漂亮一點,我們就給他吧 我們打出大點傷害好了 好不好 來,再丟 我們現在打到一百三十滴 對不對 目的總共有六顆能量 六二十二加十滴 一百三十滴 殺掉 再加特那個場地 一百四十滴 爆炸 好,那接力棒接到後面去 來,接力棒接到後面去對不對 他應該給那個啦 接拉奧拉 接拉奧拉第二招隊 然後就直接把我打爆了 我就直接蹦著啊 OK 那芒果這場其實不到卡 也不到很順 一半一半 那是因為 本來這副牌 就是一個玩開心的牌組 那就勝負就不要太在意了對不對 如果跟朋友玩的話 就玩得很開心啊 對不對 OK,哇,場地又減三十的傷害 OK,來,一百六十滴 OK 好,那你們想怎麼改 自己修改齁 這個我覺得OK啦 都沒有什麼關係啦 那中間的情況 我看一下齁 對方的熔熔岩 我要不給看 好吧 那我們這副應該 你們要改的話 芒果覺得說 你們可以朝什麼方向去改呢 我剛剛講過嘛對不對 這個摔角手 我覺得可以去加 再加一張啦 試試看啦 那莉莉愛的話 剪一張也OK 那頭巾的話應該差不多 水能量應該差不多 水能量芒果覺得十二張是夠的 那場地的話就OK 也沒什麼需要更動的 好啦,那高級球 你們想改成其他什麼球也OK 那巢穴球我覺得也沒問題 如果你們想殺 加那個水鬥場也是OK的 好,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喜歡我的影片 要不要按個訂閱及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 這樣我直播就看得到啦 芒果最新動態 都在我的粉絲頁 記得按讚 掰掰